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特殊吧 就是一个R这个字母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在Excel里面如果我想要输入今天 对不起 今天的话是Ctrl加分号 Enter 但是这输入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内容呢 它是西元的方式呈现 现在的时间 Ctrl Shift加冒号 这根之前教你Word的可能现在教你Excel 你会混淆 而且太多快速键要去10倍了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啦 记住哦 我现在重点是要教你R这个字母的使用 例如说输入R 然后假设民国100年的1月1号 Enter 它会记录的是2011年的1月1号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我为什么可以多打一个R 方便大家记忆的方式 而且事实上它也是这样定义的 因为我们是ROC 中华民国是ROC 所以用R这个字母来当作是开头 请你们现在来去输入一下民国日期 例如说今天